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金老师 那另外一位专家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了 著名的玉石鉴赏家雕刻大师汪昭老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跟您在太宝栏目相见了 您的藏品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我们在这里尽心的为您鉴赏宝贝 好 感谢汪老师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由金老师写这个书法大作 汪老师给他怎么能把这个 摄影针 摄影针 哎呦 这可是一段 这是假话 一段假话 然后再由外头那里半章 外头一说 这就更有意思了 那门口就是这比半章 咱们先听听他去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 又和您见面了 咱们呢 是闲言少叙 见顶当先 接下来呢 咱们就有请咱们今天第一位藏友啊 闪亮登场 老爷子 您好啊 您好 您是这个北京老话 您是说客 我说客 哎呀 我这是这两边闹意见 我给调姐姐了 说客 您挺好的呀 挺好挺好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八二三 哎呦 八二三 不能叫大爷了 这得叫爷爷了 这个 太客气 精神绝术 身板硬了 您是从什么地儿来的呀 从海淀 从海淀来的 海淀的地儿好 爱是圆明园 是吧 黄山园林呀 而且我在这儿跟打几会儿啊 这个说两句闲偏啊 好些人认为呢 说这个圆明园呀 说这个是皇上玩的地方 实际上并不是 圆明园啊 那是皇上的办公的 第二办公区 雍正皇上 一年在那儿住了三百多天 为什么圆明园边上有好多的这个 深宅大院呀 有好多的王府啊 有好多的这个大观险要的这个府邸啊 就是因为原来皇上在那儿上朝的时候 不回紫禁城办公 就在圆明园办公 那些个大臣们早上起来顺城里往那儿跑 来不及太累 起得忒早 后来说干脆啊 咱在这儿制水房子得了 所以在圆明园附近啊 就有很多呀 这个大观居住的地方 我说这想表达是什么呀 就是打这个海淀 圆明园附近来的朋友们啊 但那些东西啊 很有可能啊 都是过去宫里面流出来的 是不是 我说这不是闲片啊 我是为了您这幅画 我前面先给铺垫一下啊 那个 这是您家传的 这是我买的 买的呀 对 我这说半天 白费 圆明园附近 您说呢 我头子说这个 是您买的 多少钱买的呀您这是 这买了好几十年了 买好几十年了 这个一对太子鱼 再加上一个三件套 这是送的 对 这幅画可是名头不小啊 您当时 您是冲着这幅画好看买的呀 还是冲画这幅画人买的呀 我根本就没瞧 都没瞧啊 完了之后就买了两把 两把太子鱼啊 这三件套 完这 在那太子鱼子后都搁着了 明白了 就这么一戳 搁着了 那我听出来了 您等于那时 安一堆买回来的 是吧 这老爷爷 我跟你说啊 真是啊 有福之人不必忙 没福之人跑断肠 本来呢 您是冲着椅子买的 结果后来呢 这一堆里面出现了一个呀 非常珍贵的东西 这幅画太好了 陈少梅画的 陈少梅先生啊 可是咱中国一位 了不起的大画家呀 您知道过去 搞了一个胡摄 胡摄是好多画家 在那一块画画 那里面大画家就多了去了 后来呢 这陈少梅先生呢 也上胡摄去了 结果呢 人画画挺好 人家说呢 想上天津发展节了 就走了 到天津之后啊 人家又弄了一个天津胡摄 您想他都跟那陈时僧什么的 这些位大画家在一起 平比平坐 那画画非常的了不起 刚才咱看了一下 您这幅画啊 齿幅巨大 而且画的呢 还是非常的好 决心仿友 画的都是世外的高人 您看这松树 画的也是苍进而有力 远山进水 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包括您看这水口 画的多好啊 我觉得这幅画啊 行 这幅画又搁得今天 齿幅这么巨大 保存这么好 我能给您定到四百万元 好不好 您呐 存在是 又忽悠 今天出来 今天出来搞鉴定工作 没炸黄的 这说的都没说到 人心坎里 我这个呀 就是在家没有 搁了就没挂 我拿下呀 这么就没当回事 老爷还是有钱 这您说是真的是假的 这您说也不算 这专家说了算 您这就是什么呀 在这儿啊 就这么一忽悠 就完了 那个跟老爷一块来的 那位同志 您上了一下吧 老爷赶紧给搬进去 把这东西 来来给您红帽 给这红帽行吗 这红帽没忽悠您吗 这红帽啊 我也得给您 人家专家一瞧是假的 这老爷全明白 好 李半章真演 真演的画作 就是今天送给咱们观众的奖品 正是菊黄谢肥石 画了三只螃蟹 旗派传人啊 真演 挺好 真演的画作 在很多拍卖拍得不错 这是送给观众的奖品 待会儿推到题 第五名答对的观众 就将获得这张软片 真演画的棋 这是棋派的吗 棋派 水头很足 你看看 棋派的大螃蟹 每只四两半斤的 挺好 好 那咱们开始先赏 有请第一位持报人 来有请 您好 您好 您别客气了 您坐这 拿上画头 这老爷子是真精神 这老爷子啊 说话脑筋特别清楚 您这个目光如炬 火焰金睛 您就发现了李然 李然负责忽悠了 是不是 对 就是干这玩的 一看 咱们老北京的大玩家 老玩家 对吧 您玩的东西挺多吧 什么都喜欢 木器 木器家具 家具 今天又买两套 买三套 真够分量 老爷子还分量买东西 这是一个喜鹊灯梅的硬木框的 里头放着一张青绿山水 山水的题款是陈少梅 陈少梅 您知道是陈少梅吗 打听过吗 陈少梅啊 其实是个大画家 民国时期的大画家 那么世家出身 他爸爸叫陈家延 是晚清福建的一位知府 他跟着他爸爸做官 后来游历到北京 就定居在北京 那么拜的师是金城先生 金北楼 这也是大老师 十几岁拜了金城 十六岁入了金城的湖社 成为最年轻的湖社社员 二十多岁就被金城派到天津去 筹建天津湖社分社员 所以二十多岁 基本上就是在北京天津地区 成为一个有名的中青年画家 宇成大名 宇成大名 他的特点就是仿古 仿古特别厉害 他的山水画仿宋代的北宗画法 仿明代的浙派画法 我这么说可以乱真 这个特别仿古人可以乱真 他还不做假画 他实际他用不着做假画 他的画本身就很贵 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可惜一点 人无实权 四十五岁 脑一穴 英年早逝 四十五岁脑一穴 所以他的画呢 传世不多 而且价格非常贵 所以呢 我这么一说呢 您大致能知道这意思了 对吧 就是说呢 这张 您要说比如说这张山水 要是真的 这都是上百万的 起码大几十万 您这个呢 我觉得啊 就是说这张画实际是饶的 您买的是这框 这框 框买的 有木头 有木料 有雕工 搭上这张画呢 它比较好看 您要是光是一个空框子 看着有点 就不那么漂亮 是吧 人家卖木器的人会卖 人家给您割张 青绿山水 就顿时觉得这框子 无一盎然 这框子就也有意思了 是吧 实际上呢 它卖的是框子 这是画的吗 这不是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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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工艺品市场吧 它的那些旅游纪念品 就是印 印完了以后 手工装点色 这个黑是印的 然后这红绿 是手工加了点色 怎么加 这个画不贵 这个画呢 基本上几十块钱 您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听明白 那这金老师啊 特别这个和善 那我当主持人 我得直说一句 这不是真的 是印刷的 好吗 老爷子 这心态健康 没问题 感谢您参加 老爷子没花多少钱 老爷子也不在乎 您记住了 要是真的 咱们拿一张画 得上百万 老先生 您有七十 八十三 八十多了 跟我们保护奖利基金的条件 因为这个 四几年生人 是不是 四几年生人 三几年生人 对 所以奖利基金 我们不收回来 我们也不再发了 因为那不是真的 好吗 您就喝碗茶去 感谢喝碗茶 感谢大家 好多市场啊 这现在还少点了 都有这个 摆一圈卖一圈家具 不这家具 我们家祖传的 市盘的 把黄花笛的 把太师姨 什么都有的 然后说现在缺钱 那边呢 还有一位呢 真出钱要买 钱不够 这有些 咱善良的老年人 这个时候 就把钱掏出来 把那买走了 这就一个字 那是拖 他这仨字啊 拖 这档您就别上了 当然可能干这生意的 有点恨我 但是咱得劝这些藏友 就是您当玩意买行 那些可不是真的 老的黄花笛 大爷您好啊 你好 嘿 李专家 哎呀 大爷您 您话筒高拿 哎呀 对 您也是 真是啊 看着您就那么有福气 我有福气 有福气 是吧 仙女基 得嘞得嘞 我问问您 您是打海电来的吗 那个灰龙冠来的 灰龙冠 我现在都有点怕海电的大 不是灰龙冠 不是海电来的就好 行行行 卧会就行了 卧会就行了 那个想多卧会 是 您打灰龙冠来 北边 行 带什么了您 我带那个一块玉佩 玉佩 行 哎呀 真好 您先介绍介绍吧 您这个也是买家具 一堆里头一块 我这是88年 在三级工作呢 我就买个这个 您这个呢 是您买的 我买的 买的原因呢 就是图个好彩头 因为玉呢 过去呢 其实咱讲上玉啊 有很多的美德 这个孔子说 好像玉有11个美德呢 反正孔子那版的比较多 咱们大个齐的说 认为这个玉啊 说是什么 人意理智信 说这玉有五德 但是孔子 孔子也不是怎么总结 总结说11个美德呢 这个反版本不一样吧 但是玉呢 确实常戴在身上啊 从这个 咱们这个 叫民俗文化上来讲呢 说能给人带来好玉 把好多不好的东西啊 都帮你给驱散了 其实从现在 医学上来讲啊 玉呢 对你的身体健康呢 也有个参考 说你经常戴来这个玉 如果玉很润呢 就证明你人身体啊 没什么大问题 如果这玉呢 一干涩的呢 就证明你身体啊 这个酸碱平衡啊 可能出现点问题 所以呢 带玉呢 还是个很好的 我觉得是一很好的事 这个玉啊 实际上新老呢 当然说也有人喜欢 玩这高谷玉啊 但是呢 玉呢 实际上 你要从我这来讲呢 说这玉到底说老不老啊 我认为倒并不是很重要 只要这个玉的材质对 就没问题 您比方说 它是新疆和田的籽料 它即便是新的 和一块 您比方说 那个年代很久远的 一块阿富汗玉比起来 那我肯定还得是要这新的籽料啊 您说是不是 玉主要是看材质 看了一下 材质没了你 您这属于 谢谢 和田白玉 雕刻的是一个仙人 是吧 财神爷 财神爷 我以前是买个 说买个 菩萨吧 就买了个财神爷 当时买的时候 以为是观音菩萨呢 回来一看是财神 买错了 说得买错错带着吧 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 咱有什么说什么啊 年代呢 并不是非常的久远 我跟你说 为什么不是非常久远啊 咱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您看中国吧 它这个文化里都是这样 它比较含蓄 比较内敛 有些东西 它不直接表达出来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您看 咱老说那个叫 官上加官 就是打工机 一官子 上面一朵机关花 官上加官 多好啊 这官上加官 可是它绝对不会给你画一单官的 或者给你画一个 是吧 它不会给你画这样的画 它一定是含蓄地表达出来 但像您这财神爷 您看没有 这边都拖起元宝来了 就拖起大元宝 所以从这种 它的这个设计上来讲 这个就并不是特别久远 应该说 这是一个新的 但是刚才咱也说了 它这个虽然是新的 可是它预制还特别的好 你看一点杂质也没有 一点都没有 而且寓意还那么好 那行吧 那我就给您先见您到这 给您来个红包 好 来 您好 来 您快请坐 您坐这 您 您可以坐这 那样 这就是财神是吗 没花多少钱 没花多少钱 88年没花多少钱 88年 88年花400块钱 80年代末要400也不少 88年400块钱 也不少了 看看这点玉器怎么样 来 有请汪老师 我先跟你说 老先生 您这个玉是和田玉 而且还是侠玉和田玉 你别往说 现在什么鹅料 青海料 什么那样想 这是真真正正的 新疆产的 新疆产的 和田玉 第二呢 风格呢 实际上是一个 明朝的风格 但是这座 可不是那个时候的东西了 因为这上面 它并不是说 是一个财神 它是实际上 拿了一个什么 拿了一个小花篮 应该是八仙 蓝彩和戴官帽 这个好像 谁没说呢 里面就又说不通 所以就是说 它这个里面 这就是一个民间的 就是这么一个小人 这个小人反正做的是挺便宜的 像个灵芝还是 或者就是拿一个灵芝或者是一个 还是像个灵芝 这就如意吧 这就要道歉好了 这段好 小人呢 这样的东西 它因为是一个民间制作 所以里面呢 并不是说是特别的 这个价位很高 嗯 所以现在的这个市场 这样呢 我们在市场呢 三千块钱左右 我们可以在市场啊 可以就可以建成 我们去看看做工 是镶嵌的一个花片 但是您这个镶嵌的东西又比的我们建的的明清的这个花片又厚 所以里面呢就是说制作上面还说又跟那个完全又不太一样 就我们按照我们来说就是访民的人物 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几十年的这么一个 那我们这小美基金怎么办呢 这样的按照这样的规矩的话 我们讲的应该是收回 是民国够民国吗 对 实际上不够民国 不够民国 几十年是有 几十年 几十年是有 但是你真正按照 88年到30年了 88年到30年 这个几十年是有的 这样的东西 没到民国 是吧 对 民国不到 路分也不是太高 对 那倒是谁呢 也没分成出来这仙人是谁 好 感谢参加拍摄节目 对 谢谢你 好嘞 现在也不在 好 那么这个仿古玉器 这个一直在市场上 自打以前就有 刚才比爱说呢 说宋代有说把这个玉啊 埋在这个狗腿跟羊腿里都做假的 但是时隔千年下了 咱没见着 当时做的玉是什么样 就宋代那时候 但是今天的假玉 仿古的可不少 尤其仿明代的 在这个河南那边 在其他地方叼的特别多 您要千万的区分 另外连花这儿也有很多 大姐 您好啊 您好 大姐 真漂亮 珠光宝气的 哎呀 大姐 这是您带来的 对 大姐从哪来呀 就北京的 从 从丰台 路途还不是很远 对 这是您家里面传下来的一幅画 这是 就是我父亲朋友送给他 等于是您家老爷子的画 对 是吧 朋友之间的友谊 相互赠送的这么一幅画 对 黄咒黄先生画的呀 对 用黄咒送的 那我万年这是黄咒黄先生 送给您父亲的呀 对 呦 那看来您家跟这黄咒黄先生 这是有交情啊 就是我父亲认识的 哦 认识的 哦 那咱幸亏先问问 这回咱就别乱点评了 传承有序的 真好 确实是黄咒先生画的 画的这个是毛驴吃草图 你起的名字 黄咒先生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好些人说 我有一幅画 画的毛驴 谁画的呀 黄先生画的 黄先生可不对 人家姓梁 是吧 黄咒先生姓梁 叫梁黄咒 所以说人家是黄先生的 这个一个是您可能对书画不是特了解 二一个呢 就是咱就是也对人不尊重 人家姓梁 姓人黄 这不合适啊 您知道黄咒先生的画 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 黄咒先生实际上 他有速写的这个功底在里头 您看他画的很多那个人物 其实您细心看 那里面其实全都是那个速写的功底 然后呢 再拿颜色往上一上 非常有特点 而且非常的漂亮 像这种水墨丹青画的毛驴呢 也有特点 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就黄咒先生画画快 遥遥几笔 但是他呢 能够把这个毛驴啊 他所画的这些个事物啊 他的那些动态啊 捕捉的特别的准确 实际上这都跟速写啊 有很大的联系 您看这个毛驴 画的是吧 应该说呢 是月染纸上 非常之生动 生动体现在哪啊 您看画这个小毛驴 他啃草 这是啃痒痒 这天上飞点小鸟 对吧 你这么一看呢 就好像这个毛驴啊 他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 你都能够感受感知到 这就证明这幅画画活了 所以这幅画呢 应该是黄咒先生的真迹无疑 而且黄咒先生 说实在的画毛驴啊 是他一大特点 他画毛驴怎么 说这么有名啊 这要说起来呢 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黄咒先生曾经啊 画过一个二十米长的一个毛驴 不是这毛驴二十米长啊 是一幅二十米的画 上面有近百只毛驴 每个毛驴啊 姿态各异 都特别的生动 后来呢 咱们这个国家领导人出发的时候呢 还把这幅画作为国礼啊 送给了这个日本官方 然后呢 那边呢也是视为珍宝 后来黄咒先生的毛驴啊 是一举成名啊 黄咒先生啊 也挺不容易的 早年间 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家里也挺穷的 然后呢 好像是家里头啊 跟这个戏曲界还有些关系 经常呢 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戏曲演员 这黄咒先生是有心人啊 演员在上面演 黄咒先生就坐底下看 就觉得戏曲演员这个形态啊 在排上那种舞姿啊 分成的漂亮 就开始回来画他们 后来呢 哎 越画 越有样 越画呢 嗯 应该说 就是越为大家伙认可 后来呢 黄咒先生呢 拜的是谁呢 好像是那个西安画派的一个大师 啊 他的老师是西安画派的一位大师 啊 具体是谁呢 我不是说不知道 说不出来 我是详情里面的金允昌金老师啊 再给您详细的说一说 啊 您这应该是120万吧 啊 120万 好吧 真的吗 真的 真是120万 因为这个毛驴啊 您知道吗 画的好在哪啊 这就是黄咒先生 其实画毛驴快 有好多是应酬之足 插插几笔走 插插几笔走 这幅画 一看 画了三只毛驴 是用心了 而且您看这 俩毛驴 前面这俩毛驴 是吧 在这啃草呢 地儿小 这挤不进来 挤不进来说 来你给我让人地儿 我也吃点 你们俩别都挤着 就让我吃一口 这俩毛驴就就不让你吃 就不让你吃 这毛驴说 嘿 你不让我吃是吧 咬你 你看这不是能咬他的吗 他有故事 这都是黄仇先生当时设计过的 这都是设计过的 不信 绝对就是这么个故事情节 您信不信大姐 信就行 不信您问黄仇先生去 行了 好吧 那就这么着 来 您好 再见 您先坐下 您一上来 让我想起了傅宝石先生的名画 丁老师 丽人行 有这画吗 有 是吧 值得大名了 这画 会说话 您形象特别好 也很应景 家里头跟黄仇先生是 对 其实就是那个黄仇先生当年在住院 我父亲在医院工作 就是认识的 这么认识 成为朋友了 对 那这个画应该说来龙去脉挺清楚的 看看到底怎么样 1979年夏 1979年夏天画 这是个洋年 这是叫做我们行内叫四尺三材 四尺整张才三份 四尺三材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尺寸 画的三头驴 所以应该叫做三驴图 三驴图 三驴图 应该叫做三驴图 黄仇先生 来插着种子底然的圈道 黄仇先生画驴是有名 那是有名 这是他最出名的 老百姓老说 黄仇的驴 李可染的牛 西白师的虾 徐背红的马 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有长期的西北生活的基础 他拜师拜的是西安的赵旺云老师 赵旺云老师 刚才李然忘了没说出来 赵旺云老师 那么后来又长期的服务于西北的部队 所以他的西北的生活基础是很深厚的 他就觉得这个小毛驴是西北的牲畜里面最可爱 而且前人表现的比较少的一种动物 所以他就着力的塑造了毛驴 这个憨厚朴实 而又活泼可爱的这么一种形象 深入人心 您这张画一看真迹无疑 为什么呢 第一个驴画得很好 所谓墨分五色 造型都符合黄咒先生的特点 第二个款子落得好 运笔非常熟练 黄咒这俩字很难写 它有一种色书的转圈的办法 一般的人都不知道怎么转的 你即使知道怎么转的 你转的慢 你就露馅了 这个速度不行 速度不行 你看这个速度 这是很多书画界长家看看是真假的一个依据之一 对 现在有那个发光板 铺在桌子上踏着画 这个形造型应该很好掌握 无论是字无论是画 但是呢 流畅感 就是说你的这种速度感流畅感不行 比如画画的这种默契不行 您看这个水头多足 而且这个画有点纪念意 因为1977年黄咒先生在受了多年坎坷以后 是瘫痪了一段 就是说您说的 住院了 瘫痪住院了 但是呢 他老先生呢 是以着这个惊人的毅力吧 就是做康复训练 不能画画 就是愣画 右手不能画 左手画 就是这样子 与疾病进行斗争 结果呢 这个一年时间康复了 康复了 而且呢 画了这个所谓国里的百驴图 刚才李然说的 百驴图 所以这个人的毅力是很了不起的 您得说可能这位女藏友的家里的老娟也帮助了黄咒先生 肯定是这样 1979年画的 也就是刚刚康复不久的时候 为什么我看出他这个画的好画的用心呢 不仅画了他最擅长的三头驴 而且还画了背景 还添了若干颅叶 一般这就没有了 就画驴就完了 何必还给你画点颅叶呢 所以呢 这个画家的情分呢 一看就是非常深厚的 这个受赠人呢 是非常深厚的 而且呢 没有写上款 现在说呢 写上款啊 是有情意 是吧 我给您写个上款 我送给您 但是那个时候呢 还不 那个时候画家就是想着 我不给您写上款 这样呢 你还可以变现 好处 他有这么个说法 他有这么个说法 有这么个说法 都替着您家想到了 都替想到了 都替想到了 所以呢 是一个有着深情厚义的一个赠品 您好好地留着吧 那就说是开门的 黄咒先生的真迹 真迹 那么您也想让那个金老师来评估一下 像这样算 这算相对的精品 精品 精品 这个是黄咒先生画驴的精品 精品 那么市场价格怎么样 这样的画作 一般呢 这个像这样的呢 就是在20万到25万 20万 也就是说一尺在10万左右 精品 要稍微应酬点的呢 可能就在十几万 十几万 这个是精品 应该在20万到25万 肯定有20万以上的价格 20万到25万 真迹 黄咒先生的贵的是什么呢 我说黄咒先生有好几千万的画呢 黄咒先生最贵的是驴加上人 如果这再画一个新疆小姑娘穿红裙子 那您这就30 如果再画俩 您这就60了 如果画一群驴 再加上新疆老大爷画个大巴扎 那就算千万 我们的大街城家里有没拿 那么您是黄咒先生的真迹 我们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利基金 来祝贺您 好 祝贺 好好留着 轻易点满 真是好 这张法真是好 祝贺 我请教金老师 这黄咒先生算西安长安画派吗 从师城上应该算 但是实际上 他后来又长期生活在北京 有了自己的风格 所以相对独立 他又不是西北人 他是河北人 他是河北人 长期生活在北京 又有自己的独立的艺术水准和艺术风格 所以还不是长安 典型的长安画派 只能说是长安画派的弟子 您长安画派 您比如跟他提到了 金老师 赵旺云 王思武 刘文西 对 石鲁 石鲁先生 这都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 这位大叔您好啊 好 您拿话筒 大叔 得嘞 您从什么地来啊 我从唱品来 从唱品来 大叔 我一看您这个穿着搭板 一看您这颜色举止 一看您这发型 您是个老歌星吧 都叫我老艺术家 其实不是 不是老艺术家 小苹果会唱不会唱啊 会唱 但会儿 您来两句 来两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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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唱 你使我的小小苹果 这您肯定能唱 你是大家伙的半老苹果 您拿话筒 小苹果 今儿不唱了是吧 今儿不唱了 行 那您不唱小苹果 带什么类类 我带一个玉的 蝙蝠 蝙蝠 这蝙蝠真好 这是您个人收藏吧 个人收藏的 现在也不用了吧 不用了 压根也没用过 没用过 咱们没有的习惯 我这岁数还没赶上 用这个 您平时有什么喜好吗 喜好就是 现在愿意渐渐身 渐渐身 撸撸铁 看看这蝙蝠 这蝙蝠真好 这个撒金皮 这是带皮子的 而且这是圆皮 好多那个皮子 您看没有 都是坐上去的 因为原来喜欢静玉 说这个玉 越干净越好 但是后来现在人不行了 他说你上面有点皮子 显然它是天然的 所以愿意要皮子 结果好多人就说 你不愿意要皮子吗 咱给你坐点皮子上去 那坐的皮子和真正本杆的皮子 是能看出来的 您看这皮子没有 不是浮于表面的 它是往下走的 所以这个呢 这还带着雕刻呢 雕刻浮雕 真好 这是一块骑石 边上一个竹子 是吧 有这个鼻烟胡 首先说啊 是杨纸玉 这没问题 而且带着撒金皮 给它加分 更加加分的是 后面这一个雕刻 这个您看 你要不注意 你看不出来 就很含蓄这个雕刻 竹子 然后还有这个骑石 这都是文人很喜欢的东西 而且呢 个头还特大 这确实是老的 里面掏糖掏得很干净 这个我给你清代的 清代的 清中期的 市场价格 这只鼻烟胡 大气能给您 雇到八万块钱吧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当初八万元啊 是有人给我要 因为是说实话 是家传的 这个也不愿意卖出去 后来就没卖 没卖 他走了 联系不上了 现在呢 如果说有想要的呢 通过你吧 再联系也可以 是吧 就是您还是想出手 出手也没问题 家里东西比较多 呵 你看看 家里东西比较多 比较多 我喜欢这个 这样的鼻烟胡 家里有两万四千多个 就是说要合适间 可以出手 可以 香味部 咱给您争计一下 看看一会儿 让里面 旺老旺老师看完之后 如果要行的话 咱有拍卖会 好吧 八万元 您来红包 还打吧 拿着 好 谢谢 祝您收藏愉快 来 您好 来 请坐 您快请坐 我这 帅把头 我就想问问 我都没法说 我想 感觉叫老先生吧 又觉得您太年轻 不年轻了 不年轻了 我七十八周岁 您啊 四二年生的 您首先跟我们宝物讲的基金的条件了 不是怎么那么精神 那么腰板 你看看 您是锻炼 还是 四二年生的 对 锻炼 锻炼 靠什么锻炼 你能保持这样的 基本上是 炉铁 我的天 现在还能 现在接着炼的 真够棒的 跟我们的李晨 李老师同岁 七十八呀 七十八 是吧 真是不像 说您六十八 五十八 甚至都可以 哎呦 好 看看这烟壶 这个藏友拿了一个边缘壶 我们在咱们的节目里面拿边缘壶的比较多 每年都有几个 里面我们跟大家去说了一下边缘壶的制式 还有里面看它的工艺 包括去看待它的制作的年代 但是我们去看待这个边缘壶 跟我们以前看的边缘壶一个不同 一 牛皮 第二 然后它的尺寸 比我们以前说的观奏要大 制作边缘壶有两种 一种是观奏 还有一种是民间制作 民间制作大量的壶 又为了携带 所以它的壶比较小 而这个壶比我们的尺寸要大一些 里面我们就看 一个玉工如何去理解这个玉 玉的东西并不是说为了一个尺寸去做 应该它是以尽它的料的最大的边缘 最体现出这个玉本身的价值 这个是一个子玉 而且它的钱的留着撒金皮 正面可以说是它的预制最好的地方 然后它叼了一个寿石和一个小竹子 竹石图 竹石图 竹石图以后我们大家一般的话 它这含义是什么含义呢 石为寿 跟我们长寿的寿可以说是一个谐音 所以那讲究的寿石图一定是它是长 而不是说宽 这个里面我们就看 在中国文人的构图上来说 只要这图 这个石头 我们就画的石头 一定是往高寿长画 而不去往横潘走 后面去配了竹为节 谁就是说节节高 主要有平安的 主报平安 主报平安 在我们画上啊 这叫平安兼顾 对 平安兼顾 因为书画人很多诸事图 然后这个刘皮 我们可以说呢 它的语意是一个什么 一个语意 天然的颜色和人工的造型 我并不给它完全制作了 让你大家的就是藏者 然后去领悟 我们看 里面这个是一个 不是石 但是它是山 这一个山 这想什么有什么 这事 不是 它这个语意是从什么里出来 就在您的想 柏阳湖 柏阳湖 我柏阳湖都看出来 为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去说是柏阳湖 柏阳湖有一个 大姑小姑相望 周上骚客莫猖狂 小姑去年驾鹏狼 胡姑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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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姑山 小姑山 大姑山 小姑山 柏阳湖里的两个岛 两个岛 然后是大姑为中央 小姑为边缘 然后是柏阳洞天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这个文化的讲究 要比我们制作出来更好 玉石的原皮原味 而且把它的颜色实美 完完全全 全都表现了 我就知道大桥小桥 大桥小桥 来大姑小姑 因为在大姑山小姑山的周围 全都是田园花 对 这个文化可以说 我们告诉你 它的制作年代 应该是在清前路 前路年间 这料够 真白路 这个料 白路 谁就是说 这么好的料 鱼翼好 里面制作好 所以我们并不要去说了 哎呀 这不是观众 它的价位就不高 实际上 它的东西不相上下 这个壶呢 我给您的 估价呢 是十万块重点 保存的 就是说不容易 但是上面缺了盖 盖没了 如果有这个原配的盖 应该价位在 十八到二十万 那么因为是清代的 白玉石料盐壶 我们得给您一个 双份的保物奖的基金 来祝贺您 得 大家现在收看 说咱们中华老字号 冒龙独家过名播出的 排宝节目 刚才这个 烟壶这料 您说什么没雕 这块原子 今天卖多少钱 那个就是说 说在比的烟壶价格 可能还会贵 虽然现在市场上有起伏 但这么一块好玉 这么一子 而且拿到这么厚的话 应该是在三十万左右 三十万以上 所以这有说 就是不合理 但是老物件 有自己的文化 大妈您好 你好 李然 哎呀 大妈这个真漂亮 漂亮 您这穿的跟那个 我想想 您这身衣服 就这个颜色 还有您这个镯子 这个戒指 让我想起一部 非常好看的 我们小时候 特别喜欢的一个动画片 白雪公主 我这个不是 您这特别像 白雪公主的妈妈 我这点衣服 还真是蒙古族的 你看她这点 跟蒙古包的那个 还真是 设计过的 在内蒙买的 这个也是在内蒙买的吗 这个不是 这个呀 哎呦 这个是我一特别好的姐们 前两天给我打电话 惊着我了 怎么了 她说我要发财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为她中奖了呢 是是是 结果呢 其实她一说她要发财了 您以为她中奖了呢 然后您 就是您的那个愿望 清单马上在心里 都都列出来了 想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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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列出来了 是吧 借她几百万 结果呢 后来她说 这大妈的理想可够远大的 姐们发财了 自个儿列了一几百万的清单 那姐们发财都没发几百万 这就列出一几百万的清单来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在家里边收拾屋子吧 收拾出来一个这个 嗯 好 这不就是一本字帖吗 这个我也不太懂 所以呢 今天呢 咱们上那个拍宝呢 让您还有那些专家呢 给看看 哦 您那姐们怎么自己没来呀 看 我跟她借钱 呵 是这样 不是那姐们拿信用卡 现在已经提前消费去了 然后呢 兵分两路 您到这儿 估价关价之后 爸卖了 然后拿钱到那边 就把信用卡 那钱一还 已经开始提前消费去了 呦 那您先赶紧给打个电话吧 这玩意要不对呢 你这玩意怎么办呀 不应该吧 不应该哈 看来是凶狗成竹 哦 这还真好 这个是一本踏片呀 蓝庆序 这个蓝庆序您知道吧 就是写字最好的那个老王家 老王家 人俩写字都写得好 写了蓝庆序 结果一看 说这太好了 皇上特喜欢 后来豫朝的一代 都有人去访写这蓝庆序 然后呢 咱看了一下啊 这个叫做定五本 这定五本呀 历史上啊 据说这个定五本呢是最接近蓝庆序那原稿的一个时刻 怎么回事呢 这篇蓝庆序啊 是唐朝的 写完之后呢 皇上一看写好 这字也漂亮啊 非常喜欢 去 给磕石头上去 过去古人嘛 只寿千年呀 只留不住 怎么办呢 古人也有主意 给磕石头上 石头呢 没事啊 石头它永远不会坏呀 磕石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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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 反正就经过多少年吧 东西找不着了 埋到哪了 埋到河北定州这地底去了 然后呢 到了宋朝的时候 结果这儿有一波驻军 宋朝的时候您知道吧 正跟那个辽国打仗呢 杨家将 这您知道吧 然后正跟这儿打仗呢 说咱们是埋锅造饭 然后咱们得吃啊 安宁扎这 埋锅造饭 说行 他一挖 正好把这石碑挖出来了 小了嘛 五小不成书嘛 对不对 一看 哟呦 说这好像了不得呀 这个 这太好了 这个 一直说有这么一块石碑 找不着了 今儿给挖出来了 得 说那咱们呀 打仗之前搁一搁吧 先把这事处理处理吧 说这个大石碑挺沉的 这打仗子 也没法往回搬呀 怎么办呀 说那这样得了 咱呀先找能的人 给他踏下来 这个没有 就是那一波踏下来的 所以这个呢 很珍贵 就这个 这在当时来讲 这踏片 我跟你叫黑老虎 就是书画 其实啊 是在我们收藏里头 挺高级的 这么一个类别 书画和玉器 在我们收藏里 都是很高级的一个类别啊 既然我听汪老师也在呢 这在挂一楼吧 咱们别得罪人 但是这个踏片呢 在书画里面 又属于是书画里面 高级的东西 叫黑老虎 非常的好 这是老的 没问题 还真是 还真是发财了 这是定五本的 这么一个 蓝婷序的 这么一个踏片 咕咕件呗 咕咕件啊 您哪能买什么呀 买楼 买楼啊 买楼估计差点意思 但是呢 您比方说拿这个 我个人认为啊 您要是换一辆 百十来万的车 我看这是问题不大 贷款呗 来 给您来一红包 拿这个 谢谢 行嘞 欢迎您带来 好好 来 您好 您好 快来 汪老师好 金老师好 您把这个先拿来 这个 以前来过咱们拍宝节目 是吧 记着 这是您一个 我一个姐妹 姐妹的 要发财了 是 您看吧 哎呀 这个咱们好多藏友啊 外的淘宝这些事 都希望着能找着一个国宝 能够这个一下说发了财 但是得有着文化知识 看看怎么样 因为您说这个有点含糊 能不能是真的 来 有请金运昌老师 蓝婷序的踏本 这个蓝婷序真迹已经不存世了 要存在 发财了 存世的呢 都是模本和踏本 系统啊 非常复杂 所以呢 这个鉴定起来非常困难 南宋有一个宰相叫游四 他一个人就存了100本蓝婷 这还是当时特别好的 就是因为呢 这个蓝婷的踏本呢 就是首推 就是刚才李然说的 定五本 定五本 定五本是北宋出土的 定五本出土以后 那么呢 大家都翻课 就是所谓士大夫家制一本 每件基本的读书人家里都刻一个 也不大 反正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刻了 然后踏 踏了就送人 他说我这个有什么特点 那你那个有什么特点 我这个是欧阳荀模的 你那个是冯成素模的 互相攀比 他就是当时文人的一种时尚 时尚 这个和氏蓝婷东阳本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蓝婷的原石 是南宋的宋高宗所藏 后来扔到井里了 那好东西应该 扔到井里了呢 这个在明朝宣德年间出土了 落到这个一个大官 叫和氏英 落到他手里 他不敢私藏 献给宣德皇帝 后来呢 他退休的时候呢 宣德皇帝说你干的不错呀 你还献给我宝贝 干脆这个我就返还给你吧 当个奖金吧 还是没看上 还是没看上 这个石头呢 就落在东阳 他是浙江东阳人 落在东阳和家几百年 因为有这个皇帝赏赐这个事呢 所以非常知名 大家想踏一般都不给踏 还很保重吧 御刺 至少是宋代的石头 家里很珍贵 所以这个石头有名 但是呢 也有很多翻 就是说因为没有 没有 大家又想要 怎么办呢 翻课吧 这个石头呢 现在还在 这个老和家给捐国家了 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所以呢 我们还能看到这个石头的原貌 这个石头 据说 它是跟这个定五本可以相伯仲 可以媲美的 是跟定五本 同一来源 都是出自欧阳巡的一个模本 这说起来就复杂了 但是您这本呢 我就具体说一下 您这个踏本非常清晰 就是说呢 它的磨损 它的残乐比较少 第二个呢 它的笔道比较僵直 结构呢 也不是那么秀润 所以呢 这个本子应当是一个模本 翻课本子 不是合适那个原本 但是那个本身是翻课 难道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吗 能发财不能 按说是没有什么价值了 也就是一万块 一万块 一万块 几千块钱 是个老方客 因为是 是个清代的老方客 但是呢 我又说它不止这个钱 为什么呢 它经历了一个著名的藏家 就是提签上这个叫岳小秦 岳小秦是晚清的一个贵族 皇族 爱心觉罗 它叫 本名叫岳祺自小秦 同志年中了晋始以后 一直在北京做一些文官 最高做到詹事府詹事 三品官 三品 工资很高 大概事也不太多 受皇帝信任 他又写字写得好 所以他喜欢书法 他的兴趣就是收藏悲甜 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经常可以碰到他的藏品 您这本无疑就是 因为他的藏品 首先都是装表得很漂亮 另外呢 自己亲笔提签 里边往往还有他的长篇提拔 这个人很好写 很好拔 我真的没消息 藏的东西很多 不一定都对 像这个 他就不对 这个就是个翻课 不是原课 但是呢 他自己可能也会有所考证 但是呢 就他这个两片拔 还有这个签 还有上面盖的很多印 他也有乾隆皇帝这毛病 喜欢盖印 他的附加价值在这 在这 到底发没发财 人家这位藏医 我给他目前的股价呢 是三四万块钱 三四万 整个这一本 现在的情况 因为是清代的翻课的本 岳小琴提的把市场价格三四万块钱 好吗 阿姨 您回去告诉您那朋友 得 那因为是真的 我们也得给您双份的保物奖的基金 因为是好的 你得这么说 谢谢 没发大胆 发点小词 好 那么现在送出今天的奖品 真一眼的三谢 三谢 橘黄谢培的时候 就是送您的奖品 这题是这样的 刚才提到的岳小琴 是同志年间的 近史 同志 皇帝叫爱心觉罗 什么 这非常简单 这题 尽快把答案发送到 拍宝的微信平台 我们再发一份保物奖的基金 给今天拿来保物最好的藏友 我绝对还是烟壶 我同意 说烟壶 黄泽轩的画作 来过咱拍宝很多次 但那么好的烟壶 第一个少 第二个汪老师 弄把波烟壶给看出来了 金老师你觉得呢 同意 祝贺这位藏友 78岁了 还露铁那位藏友 也挺够棒 好 拍宝节目的首播时间 在周六周日晚上 几点呢 金老师 8点46分 请注意收看 带来支持 带来快乐 下期拍宝见